香港民主派媒體《蘋果日報》宣布停刊 美國總統拜登對此表達惋惜 透過白宮發聲明稿 呼籲北京停止打壓媒體 日本官房長官加藤盛信 則在記者會上表示 香港的言論自由和報導自由 將大幅後退 令人深感憂慮 香港《蘋果日報》員工 為最後一份報紙出刊歡呼 香港《蘋果日報》二十四號走入歷史 因為港府以港版國安法 凍結遺傳媒資產 日本政府發言人官房長官加藤盛信 二十四號對此深感憂慮 加藤盛信還表示將要求 中國及香港當局根據香港基本法 保障言論自由及報導自由 同時也將與國際社會 密切合作對中國強烈關切 中國外交部回應 日方干涉香港 失誤與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準則 絕不接受日方的謠論 香港是法治社會 不是法外天堂 新聞自由 不是免罪牌 反中亂港 沒有法外權 美國總統拜登則透過白宮發聲明 對此表達惋惜 他強調北京透過港版國安法 逮捕威脅和強推懲罰異議份子 來讓不同觀點噤聲 拜登呼籲北京必須停止鎖定 獨立媒體釋放被拘留的記者和媒體高層 公司新聞鄭惟人中間鋼編譯